5岁的孩子,抵抗力弱,生病,住院的几率高,5岁以上呢,活蹦乱跳却没啥安全意识,容易发生意外,儿童医疗险的需求呢不完胜吗? 除了百万医疗险,小额住院医疗险,可报销门诊的医疗险呼声也很高,今天钱多多就一次信帮爹妈们分析分析,真的都需要买吗? 到底哪款值得买?咦,为啥没有可报销门手的医疗险?因为并不建议购买,预知详情,且看下文,万字长文,可以先收藏,转发,夜深人静,无人掏扰时再细细研没,买医疗险之前,先买一半和重击来,先复习前多多对儿童投保顺势的建议,首先,一定要先给宝爸拜上儿童医保,其次配置好, 优先级更高的意外险和重击险,这些都配齐之后,如果仍有多余预算,可以为孩子投保一个商业医疗险,来应对医保无法报销的住院就医花费,这是因为,目前的医疗险多为一年期,且尚未找到一款完全无条件续保的产品, 所以医疗险本质上只能算是一种短期的保障,建议一定是给孩子配置了全面的重击,意外保障之后,再去做相应的搭配和补充, 医疗险有好几种,宝宝最需要哪种?孩子就医主要有两种情况,大病重疾,发生概率小,就医花费大,自己难以负担,小病小伤,发生概率大,就医花费少,自己可以负担,应对不同的风险, 这三种医疗险,可以对号入座,也蒙,我们来捋一捋这三种医疗险各自的特点,百万医疗险,宝额高,宝额至少一百万起, 种籍住院宝额部分产品限定恶性肿瘤才能搬备赔数,保障相当充足,一万免赔额,百万医疗险,虽然宝额高,但不代表得了病就能用上,因为这种产品一般会有一万的免赔额, 也就是说医保报箱后,生日费用超过一万元才能报箱,比如,生病住院互花费两万三, 医保先行报箱了百分之六十,生日自付费用九千二百元,不足一万,百万医疗险不会赔,保费低,面赔额高,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, 因为有了高点赔额,保箱门槛极高了,保险公司赔付的概率降低了,因此保费也不高, 人人都买不起,一年二三百块钱换百万宝额的保障,美滋滋,不过,因为五岁以下的宝宝发病概率高, 宝费也会比一般人贵,每年宝费在月七百到三千元不等,不限设宝范为报销, 小额住院医疗险,险如其名,主要用来报销一到十万小额的住院费用, 宝费,一百来块钱,面赔额也比较低,平时小病住个院,基本可以报销, 看起来比百万医疗险更实用,不,钱多多对小额住院医疗险的推荐技术并不高, 我们买保险的主要目的是转移难以负担的风险,而几万块钱的医疗费用, 多数家庭可以承担,另外,小额住院医疗险有两颗, 去保条件严格,理赔可能会对后续投保产生影响, 不过保险产品的健康告知中会有这么一条, 是否提交过人身保险理赔申请,啥意思? 只要你有过人身保险的理赔记录,可能就无法顺利通过健康告知了, 如果因为小额里陪影响了后续其他重量选种的投保, 岂不是得不超市? 如果对小额住院医疗险爱的生存, 钱多多建议先把重机险,百万医疗险配齐, 如果仍有预算,再买一个小额医疗险, 额度也不需要高,一万就行, 刚好可以抵消掉百万医疗险一万元的免费额, 小额住院医疗险还有一种适用情况, 给五岁以下的宝宝投保,预算有欠, 暂时买不起七八百块宝费的百万医疗险, 可以先买小额医疗险过度, 一旦预算够了,一定要紧早投保百万医疗险, 可报销门诊医疗险并不推荐, 这种保险呢,可以理解为在小额住院医疗险的基础上, 加了门诊医疗,分次保障全面, 但钱多多并不建议买保额低,保费高, 每诊就医,发生赔付的概率大, 这类医疗险注定保额低,保费高, 每者的保障不过两千到五千元, 但每年保费高达四百到六百元, 小病小灾可以自行承担, 每者看病的费用, 水保报销后,一般也就剩几百块钱了, 对于家庭经济的影响并不会太大, 这部分风险可以自留, 有免费额, 单月报销限额, 这种可报销门诊的医疗险, 通常会有至少一百块的免费额, 但来, 每者花分就不多, 还要减去一百块, 不仅如此, 多数产品也会有单月报销额度建制, 常见的比如单月最多报销五百元, 为了这几百块钱, 还要提交各种材料, 想来体验也不会太好, 总结总结, 如果你家庭大于五岁, 强烈建议投保百万医疗险, 和重级险搭配, 保障更加充足, 如果孩子身体比较弱, 每年小病住个几次院, 算下来花费也不少的, 可以考虑另外投保一块小额医疗险, 保额不用太高, 一万即可, 用来抵消百万医疗险的, 一万也配额, 如果你家儿小于五岁, 投保百万医疗险的宝费通常较高, 如果预算充足, 仍建议购买百万医疗险, 预算不足, 用小额医疗险进行短期过渡, 至预算情况可选择不同保额, 五十三款百万医疗险评测, 给孩子挑百万医疗险, 可给成员挑的方法差不多, 推荐的产品也大致相同, 不了解的回去复习, 几百块等于百万保障, 测了五十三款百万医疗险, 发现没那么简单, 门中都有对挑选原则的重点解释, 就不再老倒了, 其他几个方面都比较容易理解, 这里需要重点强要下去保难度, 绝大多数医疗险都是一年期的产品, 当一年过后产品到期, 能否顺利续保, 应当是大家重点关心的问题, 不少医疗险产品的销售页面, 都有连续续保这样, 但实际上连续续保, 不等于保证续保, 就在昨天, 您保监会还专门发文, 提醒消费者要在续保条款上注意并哼, 主要讲了三点, 大家在购买时, 一定不要受产品宣传页面的内容迷惑, 而要详细看产品条款, 优选不单独针对个人调整费率, 不应得并获利配或拒绝续续绑的产品, 此外, 多数产品续绑, 有一个重要条件是产品不停收, 因此, 建议优选销量高的产品, 停收的风险相对小些, 在百万医疗险停测中, 我们推荐了八款产品, 又四款产品升级了, 前多多再为大家来一次详细对比, 推荐的八款百万医疗险, 一些表现相同的维度并未在表中具体体现, 比如所有产品宣布现社保半为报销, 也有社保身份参考, 而类似社保结算的报销比例, 均为百分之六十等, 详细最低况可以看出, 保障年限, 多数医疗险都是一年期产品, 一年期满三续保, 而好医保长期医疗突破性的, 将六年保证续保写进了条款, 不幸联合健康的乐享医生医疗险就更厉害了, 是唯一一款五年期产品, 也难换在不同平台上, 还有钢铁匣,定心丸等不同名号, 五年期保障, 稳定又安心, 保障责任, 重点可关注保障范围, 免配额, 住院前后闻急诊, 增值服务等, 医保障范围上, 好医保, 为医保和安联症外医疗保险, 2018版, 真是对一百种重疾和医保额颁费, 而其他产品则只针对恶性肿瘤, 二年配额方面, 好医保为六年累计共享, 一万宝额, 不幸乐想医生为五年共享一万宝额, 相对优于其他产品, 在多数产品保障住院前七天和后三十天的门诊费用, 而安联症外医疗保险, 则无这方面的门诊保障, 此其他条件相差不多情况下, 增值服务部分的保障越多越好, 常见的如旧医, 绿色通道, 住院垫付, 第二诊疗意见等, 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, 在这方面, 则想医生表现较为突出, 连交宝费, 好医保长期医疗在宝费上相对便宜, 总结下来, 以下六款出优中选优, 如何选择, 以下建议供参考, 如果孩子身体健康有异常, 首先看能否通过好医保相对宽松的健康告知, 若不能通过, 则看选择五款就只能核保的产品, 进行线上核保, 哪一款核保结果好, 就选择哪款, 如果看中适保及产品稳定性, 个人认为, 好医保长期医疗, 五星联合的小医生, 遵享医生基建版, 平安医生保格都是较好的选择, 如果预算有限看重性价比, 可以选择好医保长期医疗, 遵享医生基建版和微医保, 若是家人共同投保, 推荐选择遵享医生基建版, 全家可共享一万的免赔额, 必单独买三份性价比要高, 如果看中超高保额, 觉得保额高才有安全感, 那么可有选活华至尊五百万医疗险, 这样看下来, 每款产品有优势也有不足, 不存在绝对的完胜, 建议大家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再以取舍, 21款小额住院医疗险评测, 小额医疗险的优先级和推荐程度不高, 但若是作为百万医疗险之外, 锦上添花的补充, 或是孩子不足五岁, 且预算不足情况下的早期过渡, 也可以考虑配置, 这里, 钱多多也整理了市面上常见的21款小额医疗险, 公有需要的爹妈选择, 小额医疗险的挑选要素, 免赔额越低越好, 报销比例越高越好, 对于这种报额较低的医疗险, 免赔额就很重要了, 免赔额相当于报销门槛, 门槛越低越好, 最好是零门槛, 报销比例直接关系到可以拿到的赔付多少, 保费相差不大情况下, 尽量优选100%报销的, 保费差不多, 优选不限社保范围报销, 在保费相差不大的情况下, 建议优选可以扩展社保范围版报销的产品, 特别是买给五岁以下的宝宝, 作为投保百万医疗钱的过渡医疗险, 主要作用在于补充和扩展上而易薄, 若是社保范围外的不能报销, 要它合用, 如果已经投保了百万医疗险, 再买小额医疗险, 就没必要太关注报销范围, 因为社保范围外的花费一般偏高, 超过一万免赔额, 就可以通过百万医疗来报销了, 等待期越短越好, 等待期中出现的住院医疗费用不予赔付, 因此如果医疗险的等待期过长, 保障上就要大打折扣了, 其他保障有则加分, 没有也OK, 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障, 住院津贴, 疾病深谷保障等, 并非必要, 在不会大幅提高宝贝情况下, 有的更好, 按照这些条件, 以下六款脱领而出, 如果孩子身体健康, 可优选一安才嫌的三款, 性价低高, 一安兰精灵住院宝, 一安望小宝少儿住院无忧, 阿拉雷少儿住院综合保, 三款都比较划算, 零免配额, 设保范围内90%报销, 设保范围外的费用, 也可报销60%, 保障比较齐全, 保额最高可以买到5万, 却又如设保均可投保, 保费是一样的, 三款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有住院津贴, 以及住院津贴的额度多少, 不过保费相差不大, 大家可以着情选择, 如果追求产品稳定, 虽然中国平安小宇反响而住院万元骨, 同样是零免配额, 设保范围内90%报销, 范围外60%报销, 保障充半, 另有一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额, 对于增加信任大品牌的人, 可以选择这款, 一百元的保费也不算贵, 同时, 相比较而言, 平安规模较大, 产品的续保稳定性上, 也会多一些保障, 不过, 这款产品的不足在于, 90天的等待期时间较长, 一万元的意外商户商场保障作用也不大, 并且, 这款对没设保的保障不太友好, 保费会翻倍, 如果孩子是早产男或身体, 有其他异常, 无法顺利通过健康告知, 则可考虑投保无健康告知的宝贝太平少儿综合保障计划过大地状呢, 尽管只能保销射保范围内的住院医疗费用, 但对于阴身体状况, 无法购买普通医疗险的孩子, 仍是不错的补充, 需要注意的是, 尽管不需要健康告知, 但这些产品均又说明, 在投保前已患有的病症, 和与之相关的病症, 不属于保障范围, 前多多最后再定住两日, 给孩子投保医疗险, 一定要注意以下两点, 孩子的健康状况, 一定要逐时告知, 否则会影响后续理赔和续保, 如果已有社保身份投保, 结算的时候, 一定要用社保结算, 否则报销比例会下调, 常见的如指报销60%, 已有社保身份投保, 报费通常会便宜一些, 我们享受了这个优惠, 就该履行相应的义务吗? 回复儿童医疗险1, 获取6款优中选优的百万医疗险购买时到, 回复儿童医疗险2, 获取6款推荐的小额众愿意聊请购买时到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